老子的零为授命任职WE主教练 与AG决一实战 AG两小分都难拿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些视频我们就聊聊了AG与WE的最后一战 首先昨天AG3比1击败了VG 但AG依旧没有稳进技术赛 通过率分得知 AG还需要拿下两小军的技粉 才可以确定晋技术赛 反之就得等其他A组战队打完比赛 不过AG进四关的选拔赛应该是稳了 只要EDGM和VG不同时晋技术赛 而从如今的技术来看 这两个战队必定会有一个被淘汰 这个消息还是让AG粉非常欺慰的 可AG能不能在试怪选拔赛脱引而出 就得看他们的表现了 但从AG最后一场比赛追赠WE来看 AG似乎很难拿到两小军击分了 因为WE最近关圈 教练小新已经转为副交 顶尽他的居然是广州TG的前教练拉欧CG 他也正是WE老板的亲弟弟 这次的临位受命 与AG是必要决一死战 如果不在AG身上拿到大粉 既然WE是进不了技术赛的 而拉欧CG回归的消息 无疑实际上AG伤口会有点头疼 本因为以WE如今的状态 AG就算不赢拿下两分是没问题的 可拉欧CG深知AG的弱点 再加上这人老谋身上的实力 AG最后一战想在WE身上拿下两小分 似乎有点难了 不过也说不好 毕竟拉欧CG临位受命的磨合期太短了 可不得不说 常被誉为E4大2对实力的WE 怎么就被带成了这样呢 相信这也是WE老板想知道的 最终小赵哥希望AG能2比3WE 这样就两全其美了